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个料子 这个料子是一个墨西沙厂口的 大家应该经常看料子应该知道 这个是墨西沙的料子 我先讲一下这个料子 它是属于墨西沙的底层 这是墨西沙的黑皮料子 属于墨西沙的底层的料子 这种料子它一般碟子都比较亮 这个料子开了一点小窗 开了一点小窗 然后呢 这点小窗呢 已经常看到肉质了 它肉质比较 这边它是有一个窗户 它底子是比较亮的 这种做过出来的效果会非常好 它又会有缸位 墨西沙的 然后这个皮盒呢 也是非常简直 它形状长得比较低 而且它的方杂 颗粒方杂呢 差不多比较均匀 墨西沙系统的底层是非常散 然后呢 这个墨西沙的料子呢 它黑屋下面成形一点白白的 我们正常讲的 它叫白屋 这个料子它不是西方 它是西白屋 所以说这种料子 它做过 它底子会比较干净 大家看看啊 它是必须的 它会比较干净 它很适合